四岁萌娃从小被人嫌弃脸上有红斑 而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后 却为一家人带来了祥韵 盼盼醒来后的第一眼就看到了妈妈 妈妈 盼盼睡得很好 你应该饿了吧 妈妈早饭都给你做好了 盼盼的肚子也咕咕叫了两声 她用小手连忙捂住肚子 别害怕 妈妈知道你已经饿了 以后在家里你做什么都没事的 我们大家都不会说你 你做什么都是对的 吃早饭时盼盼也受到了哥哥们的照顾 盼盼吃鱼头 三哥给你包好了 谢谢三哥 盼盼今天比昨天漂亮了 还是哥哥们好看 你也好看 笑起来的时候更好看 早饭过后 哥哥们都要去上学了 盼盼望向几位哥哥 四哥看了他一眼 转身就走了 三哥却对盼盼笑着说道 妹妹你先跟着五哥在家玩 哥哥中午就回来了 哥哥也去上学了 你在家里乖乖的 盼盼连忙点头回应了哥哥们 哥哥们走后 饭桌上就只剩五哥和母亲刘月了 盼盼小声说道 爸爸呢 你爸爸他们去田里了 换了平时 刘月也早就去田里了 然后羊羊带着乐乐玩 但盼盼刚回家 刘月想留在家里多陪陪孩子 盼盼 妈妈要去割猪草了 你和五哥一起玩吧 要是想妈妈了 就让你五哥带你来找妈妈 好的妈妈 你放心吧 盼盼 你这个是怎么来的 盼盼知道 五哥是在问他的红班 他下意识地用手捂住 你别害怕 我就是随便问问的 你要不想说就算了 盼盼知道 五哥没有恶意 他小声说道 我也不知道 他们说这是天爷爷对我的惩罚 盼盼听别人说过 他小时候长得很好看 跟画上的娃娃一样好看 在盼盼长大后 脸上就长了这么一块红班 而且越长越大 哥哥 盼盼是不很丑呀 所有人都说我丑 说我是个坏东西 我想把它弄掉 盼盼你别这样 别这样 你不丑的 盼盼不丑 妈妈说了这是红牡丹 别人的脸上都没长红牡丹 正明天爷爷是喜欢你的 他们是嫉妒你才说你丑的 大概是羊羊一番胡编乱造 盼盼也很快地恢复了情绪 我带你去玩吧 咱们门口的小河里 有很多田螺呢 于是盼盼也好奇地 和五哥来到了小河边 你看这就是田螺 羊羊连忙跳进了水中 你要下来吗 我 我可以下去吗 当然可以啊 这水不深的 你可以下来捡小鱼和小虾 不过他们跑起来很快的 盼盼也兴奋地走进河水中 他随手在河内一抓 就抓到了一个田螺 哥哥田螺是这个吗 对 这个是大的 你这个小一点 盼盼就按照哥哥说的 开始抓一些大的螺 放在头内 盼盼你看 这里有小鱼 盼盼顺着五个手指的位置看去 还真看到了 有小鱼和小虾 盼盼你别乱动 你动了他们会跑的 好的哥哥 盼盼知道了 我去找个波及来抓他们 你在这里别动 我很快就回来了 羊羊跑得很快 生怕晚了 那些小鱼和虾就跑了 羊羊带着波及回到河边后 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 只见更多的小鱼和虾 都绕在盼盼的腿旁 盼盼 怎么那么多的鱼虾 都围着你游啊 哈哈 他们也许喜欢盼盼 小鱼小虾 你们都快过来玩吧 这时 更多的小鱼和虾 都游到了盼盼身旁 羊羊也诧意地说道 他们喜欢你 他们说的吗 他们没有说 但是盼盼知道的 我才不信呢 羊羊连忙拿起波及 就开始抓鱼 可抓了好几次 都被鱼虾逃脱了 哥哥 你这样是抓不到的 为什么啊 我可是高手 怎么可能抓不到呢 争强好胜的五哥 开始不停地尝试抓鱼 盼盼你看 这不是鱼吗 一二三 三只小鱼 怎么你还嫌少啊 你来试试 看你能抓多少 盼盼拿起波及 就抓了起来 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 鱼鱼来盼盼这里 鱼鱼都来盼盼这里 你这样鱼也不会来的 他们又不会听你的话 羊羊话音刚落 各种小鱼发疯似的 就开始游进盼盼的波及 哥哥你看 好多鱼呀 这怎么可能啊 你一定是运气好 你继续抓 再看看能不能捞那么多鱼 盼盼又开始抓了起来 鱼鱼 瞎瞎 你们快过来哦 盼盼再次把波及提起时 里头装着比刚才 还要多两倍的鱼 这 这也太厉害了吧 正在这时 刘悦也来到了这里 妈妈 盼盼好奇怪 你妹妹有什么奇怪的 妈 盼盼可以叫鱼到她手里 羊羊急着向妈妈 解释着刚才发生的事情 妈妈 你看 这是盼盼抓的鱼 作为大人 刘悦也没往生了想 盼盼好厉害 羊羊啊 可能盼盼讨她们喜欢吧 所以都被盼盼抓到了 我们盼盼就是厉害 盼盼不厉害的 只是鱼 他们自己要过来的 看到盼盼比之前 要活泼开朗得多 刘悦内心也欣慰了许多 这些鱼 就把他们晒干了吃吧 妈妈要去田里了 盼盼羊羊 你们要一起吗 我要去 盼盼也想去 于是 刘悦就带着两个孩子 赶去了田里 盼羊羊 盼羊羊 盼羊羊